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月28號禮拜六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 POP有夠勁 我是怡霈 好 今天很開心 我們隆重要邀請到這一位 呃 算是我在悶鍋當中的前輩 然後呢 吃在悶鍋的時候 也是只要有一點點表演上 有一點點出錯 或者是覺得有點不安 趕快去請到這位前輩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位前輩 到底為什麼自己一個好好的演員 不好好當 現在導演 編劇 什麼全部都攬在自己身上 還做了一齣舞台劇 而且這齣舞台劇 在去年2022年的時候 賣票賣到一票難求 2023年又要加演 而且各位 好消息是要在國家戲劇院 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的是2023 說是最純 最嗨的 互動爽劇場 叫做會演式英雄 編劇導演演員湯沖聖 崇哥 儀佩 早安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早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是崇崇 崇哥 你怎麼會把自己弄到這麼忙啊 我每次看到你在舞台劇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橋段絕對是崇哥家的 打來打去啊 從裡面忙到外面啊 這邊又要接一個 那邊又要弄一個什麼 我就心想說 這絕對不是導演的要求 這絕對是我對崇哥的了解 就是 你一定要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忙碌 你到底為什麼不能 2023年我們不能閒下來 或是停下來 或是就是躺在那邊呢 安享天年之類的 等著養老是吧 對 不行 時間有限了 人生苦短 趕快做點事情吧 是 我巴不得每個買票進場的觀眾 都滿載而歸 所以我總希望大家看好看滿 除了劇場一般的演員 能夠給的東西之外 我們還能給什麼 提供什麼 對啊 不管是驚喜也好啊 或是驚嚇也好 對 那對觀眾都是享受啊 我覺得我一直就是以來 希望是這樣 讓觀眾覺得值回票價 劇場也不容易耶 我每次看你在演舞台劇啊 無論是你之前跟綠光 然後跟各大的果陀 表仿 表仿 我去看了你很多戲 你幾乎每齣戲 都會有一些動作戲 對 你都有動作戲 然後我就一直在台下很狐疑 想說這角色原本有動作戲嗎 你自己說你承認 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家的 有的是我自己家 但有的是本身那個角色就要有動作 只是我把它編排得比較難度高一點 我就一直在想說 你有沒有辦法有一天喔 可以去演那種戲 什麼倒數第 什麼十四堂 什麼星期二的課 就是像金氏姐老師一樣 坐在那邊都不要動 不可能 唐從聖就是要動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從哥就是要動起來 我演過 我演過 蛤 我在學校的時候 有一個畢業製作 演過一齣戲叫兒子 對 我是演他的爸爸 對 已經六十幾歲七十歲的一個 在那個守海邊的一個 一個點燈老伯伯 對 但是點燈老伯伯一定很搞耶 沒有沒有 沒有嗎 對 對 那個戲很安靜的 真的假的 我的文系 其實是還蠻特別的 可是我這幾年看你在劇場 我都覺得你把自己弄得好 就是覺得那個角色好跳脫 然後呢就是 一直都是很 要嘛就是很多話 要嘛就是很多動作 之類的 然後重點是你現在更誇張了 你2022年 我原本以為會演是英雄 因為去年你們在演的時候 我剛好都卡到舞台去 沒辦法去看 然後你們在中南部的 就是賣掉一票難求 沒有了沒票了 對完全沒票 然後我就心想說 這到底是誰做的戲 就你今天來的時候 才想說你是編劇 又是導演 又是演員 也是製作 太誇張了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戲 我其實在19年已經有磨刀一次了 就自己練了一趟功夫 我在紅樓辦了一個專場的脫口秀 對 然後叫一隻狗的生活意見 然後後來就是反應還不錯 我就朝著夢想前進 我想做一個大場子的 一個脫口喜劇 然後裡面有曼財 有兩個人 有三個人的脫口秀段子 然後還有四個人一起演的短劇 那那個短劇又很特別 所以我就把我畢生所學 有很多可能跟觀眾的互動 放在這個戲裡頭 比如說我們在中場休息 有給觀眾投票 下半場你想看哪一齣戲 我們有西游記 三打白骨精 然後有那個羅米歐朱莉葉 一個東方 一個西方 觀眾投票進去之後 我跟曾國成 程程 還有林美秀 美秀姐 還有鄭英森 這群人的英森 我們四個人 兩男兩女 四個演員 但是有五個角色 那五個角色 第五個角色 我們是請觀眾上來跟我們一起演 所以觀眾不知道要演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要演什麼角色 讓觀眾投票 蛤 所以我演西游記好了 就拿西游記 我們得票最多的 我們演最多次的 羅門歐朱莉葉演過兩次 對 可能大家對西游記 比較印象深刻 然後角色 而且我們小時候都會讀到 誰都知道 大朋友小朋友都愛你 一定有什麼豬八戒沙烏盡什麼的 好 讓你投票的話 你豬八戒投誰 陳哥啊 陳哥嘛 對不對 他跟美秀得票最高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豬八戒投你吧 有一場 我忘了哪個城市 我演過一次豬八戒 我也不懂那場觀眾在想什麼 對啊 然後 你是說角色也是可以觀眾投票 角色也是觀眾投票啊 所以就是觀眾買票進場 他這張票他可以當觀眾看戲 對 他可以當導演決定誰演什麼角色 他可以當製作人決定 下半場我們的短劇演哪一齣戲 對 所以非常爽 然後他也有機會上台當演員 就是看他有沒有來報名啊 然後有沒有被我們選中 我們那個戲很好玩 不是 觀眾很爽 但是你們很忙耶 我們要救場啊 對 觀眾如果擺爛啊 觀眾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他如果上來又不配合 或幹嘛之類的 就想辦法 像他該講話了不講話 有觀眾 觀眾最多演的是 白龍馬 就是唐生的坐騎 是 但也有演過唐三藏 演師父 觀眾演唐三藏是最可怕了吧 可怕 因為師父 可怕到死 因為師父要掌管大局 或幹嘛 他如果在那邊擺爛的話 你們就死了 我跟你講 還好死不死 我們還真遇過擺爛的師父 就是他顧著在台上喝酒 蛤 真的 因為我們在舞台上 我們有廣告置入 好 你知道西遊記裡面 嗯 那個 那個白苦精 對 他 他出來買東西回家 對 要給他的爸爸媽媽吃 結果他的籃子裡面放的是什麼 放的是麒麟蛋粒啤酒 放的是唐門炒雞排 放的是蒸拌麵 我要笑死 就是都不是你們開的 都是我們做的啊 對啊 然後就在台上 真正能夠讓觀眾吃的就是餅乾 還有那個啤酒 對 結果那個師父什麼都不選 他先選唐門炒雞排 對 報告師父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他應該是昏的吧 對 然後你知道 那個男的演員 就是那個觀眾 他就是一個魔鬼的 魔心的笑聲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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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他就一直這樣笑 然後我們講什麼他就笑 笑點超低的 然後我們一講這是昏的吧 他嘿嘿嘿嘿 他就不講話 他一直笑 然後後來我們講說 要不的話這裡面看起來是素的 大概只有 那就是啤酒 對 啤酒 不不不不 大師兄 這啤酒裡面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那個八戒就講說 他裡面應該有酒精吧 哎呀 我們要正能量 正能量 他這算鍋邊素 我忘了是誰講的 我聽到 結果他就喝 結果他真的在旁邊 我們在那邊忙啊 忙得稀里花啦 他坐在後面把酒 我們一回頭 他一瓶 就一罐了 罐裝的蛋粒啤酒 他喝乾了 太誇張了 我們倒過來只剩兩滴 太誇張了 大概幾歲 幾歲的觀眾啊 三十幾吧 一個男的 就好陽光的一個男的 然後一直在笑 看著我們就笑 嘿嘿嘿嘿 然後就把啤酒喝完了 就喝完了乾了 然後咧 好好笑 然後那一場後來咧 沒有就我們要救啊 然後講說 師傅 我覺得這時候您是不是 好歹說兩句話吧 他不知道說什麼 比如說您可以請我們 趕快離開吧 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那我們走吧 就這樣 那我們就走了 就關鍵字還是要讓他來完成 不是啊 可是我覺得你們把觀眾放上來 就是一個很不 當然是 衛爆彈 對 但是問題是 但是衛爆彈耶 你們完完全全就是 進入了一種主持模式 然後又要演戲 你們又有角色扮演 但我覺得在網路上 我看到的正銀神 是很會演戲的 對 然後美秀姐不用講了 對 從綠光出來的 她寫實劇的基礎 美秀姐是戲精美 戲精啊 那我跟陳神哥都有綜藝節目的 對 的這個算養成 你們是可以hold現場的人 對 然後我們還有劇場的能量 也有劇場的精力嘛 對 所以我們這兩個部分加起來 其實再加上另外兩位女演員 我們的默契 還有我們對這整個劇情的熟悉度 我們只知道劇情 對 但不知道要講什麼台詞 不知道要怎麼往下走 所以就是 我們可以hold住那個人 拖著他 對 不管拖是 把他轟拖起來 也可能是拖拉的拖 我把他拖走 都有 了解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現在聽起來 應該是我2022到2023年 我訪問說 那美秀現在很流行 什麼陳靜市劇場 我覺得是太沉靜不過 因為觀眾都還可以上台 因為我們去看陳靜市劇場 我們都會被禁止說 不可以觸碰演員 對 你們觀眾都可以上台 拜託我去看的時候 請抽到我 或是想辦法幫我弄上台 歡迎歡迎 好 我們廣告之後 再來請教陳靜哥 太歡迎了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養起我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月28號禮拜六 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 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好 剛剛聽從歌 身為一位導演 又是演員 又是編劇 2023年最純最嗨 最互動的爽劇場 叫做慧眼式英雄 是的 通常慧眼式英雄 大家會覺得是那個聰慧的慧 但是你們這個是 只要慧眼就是英雄 對 不是聰慧的眼睛 對 而是那個慧眼系的人 對 因為我怕說觀眾現在 聽從朋友現在聽到 現在很想要買票 然後打慧眼式英雄 發現一直都搜尋不到這個戲 是很慧眼 你很耗眼 我的靈感來自於我喜歡表演 對我這幾年到處演講 也有分享一些表演的一些 在生活上的一些經驗談這樣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們生活上看到很多人 成功人士 我們就姑且成為英雄好了 不管是商場上 政壇上 或是職場上等等 然後我覺得這些人 都很會演 他在公司演董事長 演得很好 他回家要演兒子 遇到他的老婆 要演老公 遇到他的小孩 他要演爸爸 他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面對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角色轉換 但他都演得很成功 當然不見得每個角色都演好 有的會失敗 但是他在演好的部分 他就是英雄 演不好的地方 他就是狗熊 對 那我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 其實我們每個人 隨時都要演好 對 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 螢光幕上的網路上 攝影機前的才叫表演 懂 沒有沒有 生活中隨時要表演 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扮演 對 但是又講回過頭 不是那種 對 一配你好 不是那種虛情假意 而是發自內心的 我們真的很久沒見面 哇一配 我不一定要幹嘛 對 那我請你吃飯 沒有到那麼重 對 那我就講說 其實表演也有一些層次 生活當中 那像 我們沒有到必要 每次見面都 欸 那我們約吃飯 好不好 有的太虛假 每次什麼見面 他的都是 好 改天約吃飯 改天約 根本就沒有那個改天 從來沒有約過 對 那我就講說 有時候也要場面話講的 要場面做到剛剛好 對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段子 對 你做的大過頭 你收拾不了 你就等著看吧 沒錯 對 你遇到一個怪咖 他就跟你 欸 你還好嗎 我不好 你準備要走囉 其實啊 都還好吧 哈哈 我們在一邊 對 我不好 怎麼了 一配你哪裡不好 我都不好 都不好 我老公跟人家跑 然後我什麼什麼 然後我兒子吸毒被抓 然後做詐騙 又被那個警方逮捕 對 上社會新聞 我哪裡好 你可不可以借我錢 你剛剛不是約吃飯 吃飯錢省下來 你就直接給我就好了 我就轉現金 就是 搞到最後 你會很難開 下不了台 對 那雙方都尷尬 對 就場面話 你要抓清楚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輕重 我總覺得 《慧眼是英雄》這裡 這個舞台劇裡面 雖然是一個喜劇 大家都可以來享受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喜劇當中 或是我們在人生當中 我們就可以悟出一些道理 這裡面也可以看到很多道理 有 很多生活上的那個 還有一個大師啊 美秀姐扮演的 然後他的徒弟就是鄭英神 他們師徒兩個人會教我 跟陳神哥什麼叫做正能量 對 正向思考的力量很重要 對啊 所以思考到連我們老婆 給我們戴綠帽 我們都好開心 對啊 哇 這個 這個是 這就是諷刺啊 對對對 很好耶 你很會在 我跟你講我為什麼每次 之前在蒙國啊 我都覺得從歌的本啊 譬如說 就是製作人啊 或者是什麼他們都會寫 編劇的寫本嘛 對 可是我每次只要那個鏡頭轉到你 然後你在扮演那個角色 所以我就很認真在聽 因為你是一個很有言之有物的人 我希望 你是在講一件事情當中 還要讓我們聽到那個背後的意思 無論是諷刺也好 無論是我們是在調侃也好 或是我們是在衝康也好 我們總是要弄出一個什麼 讓你可以聽到 而不是那一段就這樣呼嚨過去 必須要 所以我們這個戲裡面的曼彩的部分 就不是純粹只是整效而已 耍耍嘴皮子 因為有些曼彩就是耍耍嘴皮子 對 那個也很好玩 對 那個是純享受 但我們在享受之後 我們會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讓大家可以 欸 好像對耶 欸 我生活上真的遇過這個 有 我就見過這種人 欸 對 我好像也有這個毛病 有這個問題 欸 我懂了 以後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我要怎麼樣來面對 會給觀眾有一些思考 就如同你剛剛這樣講的啊 說如果大家都要很正能量 然後要很正向 對 可是你知道遇到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人家還這樣說 你要可以的 你加油 你OK 你沒有問題的 我們讓明天會更好 什麼的 太抽象了 來請具體的說明 對 所以比如說啦 依佩你愛吃日本料理嗎 喜歡 有吃過肉餅嗎 有 來吃肉餅 肉餅 肉餅你看過師傅戴手套嗎 沒有啊 沒有嘛 你記得幾乎都男師傅嘛 對 你知道他尿尿的時候 他手握 有 他後來有 後來有 他手握 對 他不只握壽司 他也握 對不對 好啊 他 你覺得他在握壽司之前 他不會去上廁所嗎 好啊你去想這件事情 你還吃得下那一粒握壽司嗎 吃不下了 對 我也吃不下 嗯 但是透過正能量的觀想法則 你觀跟想 觀是看嘛 對 想是思維嘛 是 你兩個把它分開 該分開的時候要分開 對 對阿你就只要看就好 欸你不要去想背後的問題 好好吃喔 哇這個好新鮮喔 這師傅的尼尼尼握得真好 這個米飯好香喔 對 阿你只要想到背後 他剛剛尿尿那個手 也有去握他的 嗯 那你就完了 你很煩耶 然後你看我這樣一講 你就對所以觀想法則 我完全就分不開了 對 但是我們就教你一定要分開 分開 怎麼分開 我們在劇中會教你 對 但有時候要合在一起 要想 對 因為你看不到好的 所以你要看到壞的 但你要想到好的 對 分開 然後合在一起 你看到這個人 但你要想到好的 那就 那你就會好好過 對 我們在劇中有教這個 對 它也是一種表演的訓練 嗯 很好玩 欸 可是重點是你是導演 然後編劇 然後製作什麼都是你 問題是成哥這麼忙 美秀姐現在又是一道很大 很難搞 他們的檔期很難搞 對啊 美秀姐我那天 去錄那個公司的節目遇到她 然後問她 她就說 現在那戲就是這樣 我就是大部分的時間 都比較想要就是留給自己 對 美秀姐就是一種 她現在是閒雲也賀 沒錯 她是閒雲也賀 然後成哥就是 那個工作那麼多 超級忙 她也是把自己弄得超級忙 對啊 你怎麼會想要敲這兩個 就是這個根本就不可能閒下來 真的是mission impossible 對啊 求啊 拜託啊 交情啊 套交情啊 攀關係啊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私交 美秀姐我跟她在 以前她就演過我媽媽 我們在舞台劇就很好了 然後我們就喜歡 耍嘴皮子嘛 對 結果後來2000年到2003年 我們合作一檔節目 外景節目 我們一起上山下海 出生入死 就建立起不錯的情誼 雖然她年紀比我大 對 但我們有點就是像姐弟一樣很好 我可以跟她講幹話的那種 然後成哥不用講了 我們也是年紀比我大 但真的就是像哥哥 那成哥你跟成哥是球友啊 球友然後九友 也是九友 九友對 然後我們會經常時不時的 會不定期的有一些聚會 對 然後就是一直跟她小以大意啊 來這個本子 小以大意這本子 這我的 我跟你講你知道大概一年 要接多少舞台劇嗎 他現在就是算那麼忙 對啊 然後又什麼金鐘又要主持 哪裡又要主持什麼 又一大堆節目之類的 然後他還有劇 然後這個 這個那麼不定 你必須投其所好 你知道成哥跟我有一個類似 同點是 就是他見不得好東西被埋沒 我們看到 包括像他以前看到我 他也覺得我很棒 他也很想幫我 看完我的舞台劇 他我們還不熟喔 他跟別人要了我的電話 他跟梁志明導演要我的電話 打給我 跟我講我的戲不錯什麼什麼 然後你演得很好什麼 然後給一兩個筆記 然後給一點鼓勵這樣 那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看到好的人 我會想幫他 或是介紹某個經紀公司 經紀人給他 或是跟他講什麼 或是表達我對他的敬意這樣 好 那成哥喔 看到好戲 好角色 好的器官 他不接他會癢 那跟我一樣 再忙也要湊時間 那我就答應他嘛 我附有但書是說沒關係 我以你為主 美秀姐我也以你為主 你們不能在的時間 我全部找代牌 因為這個戲 它是脫口喜劇 我短劇的部分 因為你剛剛看到了 你剛剛有聽到我說的是 我不用太排練 反而是不能排太熟 排太熟 大家知道哪裡要演 就是因為鎖死了就不行了 那個演的很假 我不要 我要的是就是 要活的 然後我只有 其實你看比方西游記 還有羅密歐與朱莉葉 我沒有每個人都換過角色來演 我只有 差不多每個人挑兩個角色 我們來隨機抽籤 今天我演豬八戒 今天你演誰誰 就好了 然後演的時候大家去感受 對方的 有玩過什麼梗 感受你該有的位置 還有相對關係 感受劇情的走向 這個很難耶 很難啊 這個超級難的耶 所以我們每次演 沒有鎖死的東西 才是最難的 所以我們四個演員主演 都對這個戲跟角色 都有一定的陌生感 對然後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不用太排 然後另外脫口喜劇這種 我們不一定要面對面 我們可以在線上排 成熟了就好 那有一些走位 我們進劇場再排 所以其實陳哥 整個跟我們排戲 只有排過大概五次 就我講的是有走位的 那線上的那些還有 另外還有 那另外其他都有帶排 有人帶排 然後另外美秀姐 跟我們排過兩次而已 兩次 對因為她其中 有一個月不在台灣 她在澎湖出外景 所以她回來的時候 剩下五天我們就要演出了 欸各位 我們要進個廣告 廣告之後 我最喜歡這種要熟又不熟 很好玩 因為通常舞台劇就是要 非常的鎖死 就是你不可以亂加持 我講什麼 你接下來要什麼 必須的 可是這舞台劇也太free了吧 對 我好想要看你們 就是我去買票 看一種脫口秀 跟看你們出誰 還要賭誰 等一下會被弄 那種感覺 是賭等一下 看等一下誰會 今天要弄誰 對 那種感覺 廣告之後 我們來聽崇哥講 他們之前去年也有弄過誰 來 怕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好 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是 編劇導演演員 三個角色還有製作喔 四個角色急於一聲的 唐崇聖崇哥 2023年的這個 會演式英雄 各位聽眾朋友 剛剛聽到兩段喔 大家想要上網購票的話 會演就是會 就是會不會的會 演就是演戲的演 是這兩個會演的 會演式英雄 2023年趕快搶票 崇哥今年的佳演 快賣完了 快賣完了 你來宣傳幹嘛 對 就希望把每張票都賣完 對 因為你們去年實在是 搶到不行耶 聽說中南票根本沒有票 是 出來 我們第一場在台南首演 演完之後口碑出來 然後高雄屏東就瞬間 把票賣完 你知道要在高雄屏東 可以把票賣完很難嗎 很難得 而且我們高雄開了兩場 所以我們今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台北台中 然後我們高雄 又再次再演一次 再衛舞營 這個戲太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在這個劇中 有很多的未爆彈 尤其下半場 我們是不知道 觀眾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對 他們做的選擇 會決定我們誰演什麼角色嘛 然後會決定我們的劇情 呈現的內容 我就講齁 其實你去想一件事情 大家也都認識我啦 曾國成啦 高高稍微有福泰一點 美秀姐矮矮的 福泰福泰 鄭英森 漂漂亮亮的一個年輕妹這樣 我們四個人在舞台上 要西游記打出來 你覺得誰演 唐三丈嗎 讓你選 還有一個觀眾 有五個人 觀眾不管男女 我們也不管性別 唐三丈 唐三丈 不好選吧 好難選 先講孫悟空好了 你啊 應該我嘛 我得票最多沒錯 你是孫悟空啊 但林美秀有一場 他演孫悟空 你就知道那個衣服多緊 那是很煩耶 對啊 然後我還沒跟你 你們沒有因為這樣子 什麼戲服做四套嗎 沒有 我故意不做四套 我故意就做一套 那個戲服就是針對我來做的 所以他穿就很緊繃 那個頭勒了跟什麼一樣 然後成哥穿你就不用講了 你知道林美秀 她的茱莉葉得票之高耶 她的得票是高過那個鄭英森耶 對 所以有一次美秀姐她 我覺得觀眾也是想要 戴著一種想看跟想弄的心情 所以她換上那個茱莉葉的衣服 後面是空的 因為後面綁不起來 你知道嗎 這當然這也是在我的設定之中 可是我覺得超好笑的耶 很好笑 因為大家就不會想要看 就是你知道 你就是很明顯就是 孫悟空嘛 但是我就想要看你演別的角色啊 要是你你會這樣弄 但有的觀眾 大部分的人會是比較 照傳統思維 對他們既定印象嘛 對 然後美秀姐跟陳誠哥 就是在搶那個豬八戒的角色 然後當然他們兩個的豬八戒跟師父 都算多 然後鄭英森就是 真的她就是白骨精的擔當 白骨精就跟蜘蛛精一樣 比較妖艷這樣 就是漂亮啊 對漂亮這樣 她得票最多 然後再來 觀眾大部分人都是白龍嘛 那 反正師父跟豬八戒 大部分人都陳哥跟那個去輪 對 反正如果你到時候來看戲 你可以不知道這個規則 去投 看你想看誰啊 不是我一個人也 養不了那麼多票啊 沒有 所以就要看大家集氣嘛 那我們在前面 也不去講這個東西 但是在公布的時候 那一刻就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公布有的觀眾 啊 怎麼不是我 怎麼會是他這樣 然後觀眾也會 然後也會有 有的會有掌聲 然後你知道 只要一公布 結果 他就被拖到側台去換衣服 那個換衣服 再上來變一個人 你知道那個 根本不用演 我真的 我跟你講 觀眾都炸開 對啊整個炸爆炸 觀眾炸開 你只要看到美秀姐穿的 那個朱莉耶的衣服 然後後面整個 整片沒辦法扣起來 我跟你講 我就可以笑到 我就可以笑到中場 然後羅密歐 穿起來你知道 整個穿羅密歐 他羅密歐得票最高 不是我 我是朱莉耶的爸爸 結果羅密歐穿起來 好像西州密歐 就是那個葬儀 睡著葬儀隊的那個 然後我們就說 奇怪 你穿這樣子 你是不是忘了戴小喇叭上 你們真的很煩耶 然後他就要打我 真的 然後 然後 陳辰哥 演豬八戒的時候 因為豬八戒 你記不記得 傳統豬八戒的印象 除了有大耳朵 豬鼻子 帶一個那個生帽 他是坦胸肉爐的 有有有有 對對對 那不管是林美秀還是曾國成 都會有一個假的坦胸肉爐的那個 那個前面的那個 對 我們綁在他的那個生服上面 對所以都會坦胸肉爐 結果後來 因為美秀姐本來就有點 身材有點 對對對 有點那個微胖嘛 然後那個他就說 欸 你是不是 沒有換衣服 只是解開兩個扣子而已 你們真的很過分 那陳哥講的 對 後來到了陳哥 結果美秀就吐他說 你是不是本妝 就上台 就上台 有啦我已經太粗鼻子了啦 欸我覺得觀眾會很high欸 很high 重點是你們這幾個都是可以扛票房 而且重點是 都是那麼吸睛的人欸 對啊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為什麼要 找這樣的組合 對 也還蠻妙的 對 原本在前年就要演了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前年只有三個人 就我跟陳陳哥還有鍾心靈 對 對那後來因為 喔 心靈姐 對 心靈姐 那後來因為我們三個都熟 然後也都是有 我想要心靈姐演那些角色 我就想笑 笑死 笑死 結果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後來心靈姐檔期不行 我就找陰森 然後想說 還是要有更熱鬧的一個組合 想到誰 後來跟心靈姐差不多的 我知道 美秀姐來 想不到她也答應了 可是我覺得心靈姐會答應不意外 因為她一直都有戲劇作品 美秀姐要答應很難 很難 也是千拜萬託 對啊 然後我也是跟她講 不佔太多時間 然後美秀姐對於這種 純說的表演 她有一點障礙 她覺得她好像沒辦法升任 那我就跟她講說 有陳哥在有我在 你放心 然後我不要你演別人 我要你演林美秀 所以這是 你沒有接觸過的劇場 我就是唐宏勝 她就是曾國成 然後我們在扮演的時候 還是唐宏勝去扮演孫悟空 你去扮演唐三丈 對 所以你放心 你難得在舞台上演自己 你試試看吧 對 後來她演得也很爽 因為我會覺得美秀姐 過去看到她的戲劇作品 當然都是一個在角色裡面 對 然後她現在主持節目 就會看到她就是主持人 你很少會看到她 是不是她就是 林美秀在演這個角色 對 就是你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在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件 對觀眾來說 是一件多難得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一開場的台詞 第一句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美秀 每個人出來都是自我介紹 哈囉我是誰 然後把大家自我介紹完了之後 反正最後一個橋段 是把四個人 我們四個人都送到監獄裡面 對 就被警方逮捕上社會新聞 這我們的一個橋段 就是我要把我們四個人都 假設 如果不在演藝圈 我們會在哪裡 結果最後四個人 都是上了社會新聞 對 很妙啦 你現在一定沒辦法想像 對 但是我們四個人都有各自的弱點 對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初會找我們四個的這個 有不同面 各有不同面向的擔當 比如誠歌我就請她是電視綜藝的擔當 那我就是劇場的擔當 然後美秀姐是廣告跟電影的擔當 那音聲就是網路的擔當這樣 四個不同領域 而且 當然我們都有一些交叉的這個領域 但是就是以他們為主要發展的 對 作為擔當這樣 而且你要想喔 你要買票進來看到這四咖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你要把這四咖 湊在一起已經很不容易 重點是 你要看他們是很free的 你就等於是 你每一場 譬如說看舞台劇好 有些觀眾喜歡一刷二刷三刷四刷 那你一刷二刷 那你可能很喜歡某一個演員 所以你會想要來四刷 可是你說慧眼是英雄 為什麼我覺得大家必須要進去看 還是因為你每一場看到的台詞 都不一樣 絕對不會意外 因為你們本來就沒有固定的台詞啊 對 可是這件是一件很騷腦的事 你知道嗎 我們上半場是固定的段子 下半場就有一個大段子 是我跟澄澄哥 然後也是固定的 但我們偶爾會有一些笑場 或互弄對方的 對 那個會很好玩 那最後一個就是大亂鬥的一個戲 就終極舞台大挑戰 就把觀眾拉上來 而且很妙的是 我們這位觀眾呢 他其實上半場就已經在台上了 我在台上弄了一張 頭褲油按摩椅 你去想像我放在舞台的最下緣 就是舞台跟觀眾席的交界處 那在舞台上 然後他是橫著坐 就有點像我們看那個戴姿影 對 打羽毛球 中間那個裁判 裁判就坐在那 對 然後他就是那個裁判 然後他橫著坐 所以他右邊看 看我們舞台表演 左邊看面向觀眾 對 然後我就給他一個spalight 讓他尷尬 就我們舞台燈全按了 他還有一個spalight在那邊亮 然後他就會很尷尬 觀眾看他 對 然後我們為什麼 就讓他在舞台上看 最近距離的感受 我們的表演 很爽耶 而且那個按摩椅是可以躺下來的 他可以全躺著這樣看 然後全躺著這樣 像飄移這樣躺著 像搖籃 搖籃這樣看 然後看了之後 他要近距離的學習 我們當中有教什麼 表演的四大禁忌 四大禁忌學完了之後 下半場再教你什麼 正能量的觀想法則 完了以後 就是要正式來 來 終極舞台大挑戰 來 上來 請離開你的座位 然後跟我們一起 然後就去換裝 換裝上來就一起演 演完之後 每一場就只有這個機會 這個只有一個人有這個機會 得到我們的大獎 對 有蒸拌麵 可以吃一百天 有淡粒啤酒 可以喝一百天 好爽喔 一天一罐 喝一百罐 還有我們的 不管健師前程派 就餅乾 還有我們的那個 台農鮮乳 對 都有 很多的贊助商 都是很好的東西 然後讓你這一百天 過得開開心心 對 要用車子 後車廂載滿 對 才能再回去 這應該是最沉浸式劇場吧 超級沉浸 都已經讓你在舞台上 然後還打一個 SPA-LINE給你 對 然後還讓你坐在 TOKUYO的這個按摩椅上面 實境 實境 而且還真的讓你來上 這已經不是沉浸 這已經沉默了 讓你整個跟我們一起沉到 沉到海底 因為我會覺得 台灣現在有這麼多的 表演形式的舞台劇 這種的我還真沒看過 沒有 沒有人玩過 對啊 所以我們這次就很高興 下個月就要進 台北的國家劇院 我們終於把脫口秀 帶到國家劇院這個殿堂 對 戲劇的殿堂 我們也很意外 申請第一次就過了 因為我在看 就是在看你們這個戲的時候 然後我在看說 演出地點是哪裡 竟然是國家戲劇院 你知道國家戲劇院 要審核是一件很難的事嗎 對啊 每一年有這麼多的 就是舞台劇 有這麼多的劇場 有這麼多的劇團 都要搶國家劇院 竟然你們可以 把這種脫口秀 然後這種形式 在表演的形式 帶去國家劇院 好 各位 是 到底什麼時候要演 要去哪裡買票 廣告之後請教崇哥 好的 2023年最純最嗨最糊 互動的爽劇場 剛剛聽了崇哥講的三怕 慧炎式英雄 來崇哥 今年在什麼時間點加演 然後去哪裡買票 下個月 2月17到19 在我們台北國家劇院 有四場 禮拜五六日 然後2月25 在台中屯區藝文中心 也快沒票了 然後4月22日 在高雄的衛武營戲劇院 有演出 4月22 衛武營也是很大的場地 很大的場地 對啊 1,000出頭的位置 重點是我覺得 要能夠到台北的國家戲劇院 也是已經很不簡單 但是國家戲劇院 2,000多個位置 1,600個 1,600個 對 我們開了四場 很不容易耶 而且重點是去年度 已經搶票搶到翻的 對 我們在這個 國父紀念館 對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 去看慧炎式英雄 因為你知道 崇哥 誠哥 美秀姐 音森 然後音森當然很多 譬如說KOL圈的人 是 崇哥 誠哥 美秀姐這三個就不用講了 那麼多演藝圈的好朋友 都會去看 是 聽說是不是還會看到 有一些彩蛋 就是你意想不到 譬如說 欸 你們真的很會弄耶 就叫來看的人 然後莫名其妙 我又沒有拿演出費 他莫名其妙還要加入你們演出 然後被CUE還不能不演這樣子 台北有一場 蠻妙 那一場的觀眾投票是 羅妙與朱莉葉 那那場郭子前 郭哥剛好有來 是 那因為 因為那個戲就是 我們那個故事是發生在 羅妙與朱莉葉的背景是 1621年 剛好就是我們去年演出的 400年前 是 對 那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市 我的編劇 我就把它寫是 那個城市叫 泰沛City 泰沛City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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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寫中文 對 那沛是那個 你這個沛這樣 呂沛的沛這樣 泰沛City城 然後我們就在 一開場就是一個 在那個整個城市的 這個中央廣場 對 在這邊要辦舞會啊 市長辦的舞會嘛 是 那這種舞會就難免 我們市長要出來 說幾句話嘛 好煩喔 對啊 然後我是前面是講 大家都在講場面話 因為我們上半場 已經有教了場面話 大家就把上半場 我們把很多 教的表演在這一場 做一個大雜會 而且做一個總複習 對 場面話都講 哎呀怎麼樣還好嗎 什麼什麼 可以加個line嗎 或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 到了 這個地方都講 哎呀是不是也會有一些 這個長官會講 哎呀我們就 市長來了 然後 因為陳哥不知道我要弄 那個 郭哥 欸 該不會是柯文哲吧 說妹妹們叫柯子前 然後 麥克風就讀過去 然後郭哥就起來 就柯文哲啊 就開始講啊這個今天啊 這個今天喔 對啊大家舞會啊 要注意啊 安全啊什麼 不要踩踏啊 好煩 這是踩蛋耶 對啊 然後講完了之後 又講說 還有啊謝謝我們的市長支持啊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意大利亞 那個最首富啊 然後最懂得投資 他永遠把那個投資的timing 都抓得最好的 郭董 郭timing 郭timing timing抓得很好 對timing抓得很好 所以他就叫郭timing 今天 有來的每個人 紅海股票一張 你是有給人家演出費是不是 沒有 對啊 結果 結果那個 郭哥就起來啊 我也沒有拿演出費 對是不是就直接講啊 就很好玩 那那天就是超級大彩蛋 對啊 然後所以今年的國家劇院 我就在思考 我希望啊 每一場我能夠邀請一位 特別來賓來當彩蛋 對啊 說不定 對 說不定哪一場 會有一個真正的市長來喔 對啊 所以市長如果來的話 那如果那天票選到西遊記的話 我們有西遊記的玩法 我要笑死 我光 我光想像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我快要笑死 你就是會笑到很爽 然後肚子很痛的回家 就是非常非常開心的那一首 對啊 因為像在 在那個羅密宇朱莉耶 對 有一個玩法 對 但西遊記這邊還沒有被開箱 嗯 所以特別來賓會怎麼玩 我就先保留 對 如果有真的有什麼 欸你們是真的有邀到這個 就是因為你們今年的海報 中間有畫一個人 還問號欸 對啊 不知道 不知道會誰 也有可能就是演藝圈的朋友 也有可能是一個名人 嗯 對啊 但是我覺得無論是演藝圈的朋友 或是名人 我覺得都是一件很爽的 可是因為你觀眾不知道 不知道 重點是 你一看到你就覺得 天太爽了 我買了這張票 然後我還看到額外的 額外的加碼 對啊 那我們會基本上會幫他 可能 設想一些跟他 本身有相關的一些橋段 嗯 就像我剛剛說的跟郭哥有相關的 我懂我懂 對啊或者是某些名人 或是某些藝人這樣 欸我沒有想到現在舞台劇 那種跟演唱會一樣 因為演唱會 大家都在期待說 請到譬如蔡玲 起到什麼嘉賓 對對對 你去看個演唱會 你去看個舞台劇 你可以幾刷 因為你每一場看到的嘉賓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啊 我們真的有人就沒場到欸 有人沒場到 真的 對啊有陳哥的粉絲 然後有音森的粉絲 對 對然後有人就是 我們才台北剛公佈 就已經台北市場全買了 太誇張 好啦 會演是英雄 很會演的那個會演喔 不要打成那個 獨具會演的會演 會演是英雄 大家趕快票買起來 對 台中 台北 高雄 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的 學會演出 有我們還在找場地當中 了解 非常謝謝從哥